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单凭艺术 如何判断丑或美? 但人生有它 就必定有真善美了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 永远不变 他来到美国 我第一次放假的时候 就是过年 学赌钱最快 扔钱就抓你 所以那时很兴奋 他染上毒瘾 五千元买回来 我一买一半就可以拿一本钱 那一半全都瘦了 你看我多聪明 再买我更赚 我都知道谁是谁瘦了 家人意外发现 我身体好像比多 我女儿没了 她的人生没有了希望 我已经58岁了 59岁了 我有多少个名字 我那人就害怕 那人真的害怕 拥有宜人的气候 美丽的风景 曾经是美国 嬉皮士文化的宠镇 亦都是加州 淘金热的门户 三藩市 是很多人追逐浪漫 美国梦的地方 还抱着美好生活的梦想 柳京灰阿Kim 和两个弟弟 从香港飞到三藩市 但是迎接他们的 不是想象中遍地的黄金 而是一个嘈杂的厨房 和一个非常窄小的地下室 1968年一元 那年我24岁 和我们生姊弟 再来 那时出来的时候 我都觉得 哎呀 你美国 选择什么 当然我爸又开餐馆 当然是很高兴 几天都没有睡 这些很漂亮的乡仔 来到美国 好像觉得很厉害 你知道吗 我最记得生姊弟 拿着行李 穿着西装 很兴奋 我爸回头看看我们 他说 带他去后面 叫他脱了西装 一人给他一条围裙 那我们生姊弟 我记得 我们脱了衣服 挂在货仓上 有人给他一条围裙 挂一条围裙 进去厨房 从来没做过厨房 怎么知道 我爸说话 我又不懂得听 很少从来没跟他做过 接着我们一箱一箱 搬出来 你死鸡死鸭 我们在这儿拖 在这儿做到半夜 我记得做到好夜 在他basement下 我爸租了 我们三个地下不住 铺了那些长点 我那时觉得很辛苦 早上起床 我爸又敲梅 又叫他们起床 起床 那人踩草地 那时很冷 一月那时 踩草地的箱 好像冰 踩到冰 又冰 又出来 慢慢走 十五分钟 走到餐馆 一打开门 我最记得的印象 一打开门 门一阵 那些餐馆的味道 日服一日在餐馆工作 辛苦又繁重 而空闲的时候 Kim最大的乐趣 就是赌钱 我第一次放假的时候 就是过年 去了Reno 学赌钱最快 扔钱就拉 所以那时很兴奋 去到那一天就输了 所以那时三、几个月 半年 我们又去一次 接近了 三个几个钟 所以那时就养成这个习惯 林惠宗、Esther 是Kim的太太 他们在台湾相识 在三藩市拍拖 不够三个月就结婚 结婚两年 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 和一个女儿 几年之后 更加放下家族事业 开始自己创业 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餐馆 六千尺 所以看起来就是生活是更好 因为那个 但是非常忙碌 压力很大 金钱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那孩子就开始上 初中 上那个 Kindergarten 跟Nursery 要上学了 那个时候 我在我的生命当中 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请了一个西人经理 一个中国经理 厨房间有二十多人 差不多 外面又有二十人 酒吧 两个Bartender 六个送走的女孩 那时候搞得很大件事 请了武龙武师 和市长 加州小姐 大议员 附近的议员 全部都请来了 请了一百六十人 所以搞得很大件事 所以一刻炮打红了 变成了我们生意很好 那时候 我觉得自己很骄傲 他们两个努力发展事业 但怎样都猜不到 罪恶正慢慢地向他们迫 我又认识一些人 那些豪客 那些豪客 入到来 你知道吗 一入到来 全都走回买 买多少东西 我看到那些豪客 特别做些东西给他吃 炸虾等 那些东西给他吃 有时突然跟他熟了以后 他说我可不用你的办公室 我说做什么 他说有两个人在商业 跟他聊天 我看看又 那我把玻璃桌 很大的玻璃桌 他把东西撥撥开 一抹 在虚子里 一抹出来 一抹出来 一大包东西 那些两层的 Zip bag 拿个credit卡 一抹整整在玻璃桌上 然后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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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那些人试 他打开出来 他们说他吃了 他 就买 他看起来 他们不看 他就 Dot掉手 很小的 一瓶 一瓶 ド瓶 小的塑膠袋 一瓶 有钱 桌子靜了很多 她說你試試試看 那時候我已經喝了紅茶茶 她說你喝點點 試試試試看 嘴會醒醒 坐著就靜一靜就試試 一試 我覺得索藥的時候 好像玻璃茶 好像碎玻璃 嘩 弄得很公道上腦 接著索鼻孔到這裏 一會就覺得鼻孔經常流鼻水 是覺得酒是醒了 她的心跳得很厲害 久不久她來一次 她走在那裏 桌子還有很多 我掛著掛著 拿一張紙一包 就藏起她 心想 如果晚上下班沒有人去做 都挺過癮的 不用錢 她說過零星期 那幾個人就會來一次 來一次 她就做一堆給你 短短三個月的時間 毒品已經侵蝕了Kim的理智 她不單止越吸越多 甚至還開始販毒 不然她沒有來 那次我急了 她已經知道我幾天沒有索 打電話找她 她說不行 我一會就去哥倫比亞 你等等我 我現在馬上來 收了五千元 代謝五千元 開車就中了 那時候七點多鐘 七點多鐘 我生意多忙 我連生意都不理 好像飛車進去那裏 Sacomando找到她的地方 進去那天 竟然準備好了 五千元給她一大包 那時候買了 那時候我打算自己多聰明 賣五千元 拿回來 我自己做個小小小 一個gram 一個gram 兩個半gram 分不同包 那個人認識我 我都知道誰是誰是索的 五千元買回來 我一買一半就可以拿回一本錢 那一半全部都索了 你說我多聰明 整個人都覺得自己多聰明 一紅紙都不用 我可以索這麼久 整幾個月都可以索 而且再買我更賺點 另一方面我生意就不理 每天都鎖住門 每天晚上都不開門 Kim的餐館生意一落千丈 幾間分店相繼倒閉 最後欠落一身債 但是需要太太做房地產 去填補虧損 就算是這樣 她仍然不思悔改 瞞著家人繼續吸毒 直到有一天 她隱藏的秘密 才被意外地揭開 我女兒教她的新移民 她小孩子不懂移民 我知道我先生到她的學校 去幫她小孩子做糯米飯 做Turkey的糯米飯 所以我隨便去學生 我這樣丟在桌上 一回來後頭腦很清醒 說話很特別清醒 回到小孩子說 說笑的小孩子嘶嘶 一個個上來抄 玩了一個小時 玩完了 小孩子上樓去做功課 我說平平我走了 我女兒叫平平 我說平平我走了 OK 拿回一件衣服 走出去 一穿件衣服 嘩 我的東西不見了 那時候很害怕 衝回我女兒 已經站在樓梯的門口 爸爸你找什麼 我還在找眼鏡 那時候我已經糟糕了 我女兒說 爸爸你為什麼這樣 你知道我做什麼嗎 那幾句話我永遠都記得 他說 你知道我是專門做教小孩子 教小孩子做好人做好事 將來在社會有些貢獻 他說爸爸你為什麼要這樣 嘩 我站在樓梯 他又沒有說話又沒有說話 站了差不多幾秒 我記得我女兒說 爸爸你為什麼這樣 爸爸你知道嗎 這個世界上我最愛你 嘩 他說完我不忍不住 嘩 對不起 我衝回頭衝 嘩 上車子我用頭撞 撞到車盤那裡 嘩 那頭撞到車盤 其實我從來沒有失去理智 就是那次失去理智 嘩 我自己的女兒 我讀的模型女兒 我多疼我女兒 而且我女兒好疼我 你知道嗎 我感傷害她 哇見到她 下我的表情我真的很難過 我女兒就打電話給我 一打電話就說媽咪 哇就開始大哭起來了 我說怎麼了 他說爸爸有吸毒的問題 OK 那你說我非常驚訝嗎 我也不是十分驚訝 基本上其實我也還不太知道 到底吸毒有多麼可怕 我只覺得他 我先生一定是有些很多隱藏事情 不願意跟我說 就是很多奇怪的事情發生 所以呢我也知道 但是我也第一 我也不想去找 找出來又怎麼樣呢 我也有點逃避 然後晚上很晚我兒子開車 車的媽媽回來 車停在那裡 兩個一起又不說話 兩個一起下車 她的燈還沒關 她回頭看著我 她就回頭回頭 上車上開車 開車 幫車門關 我兩個很親的 我的小孩子很親 她跟我很多事聊 她說得不理不理 我看她的面子 整個好空空 上到車上 她就後面 我家裡比較多 一直聽到那些聲音 這車就很寧憑 就很小心 聽到這個聲音 一邊很遠 我的心好像給多個 我兒子也沒有了 我兒子也沒有了 跟進去 她沒有理會我 幾天都沒有理會我 他曾經想結束自己的生命 我已經58歲了 就59歲了 我有多少個名堅 根本人不知想什麼 胡哩胡哩 就想上山頂 走到山頂的時候 就在車上坐著 暈雨坐而悶 我說不如下來了 我下了很大雨 而且那裡很大霧 那天已經下午昌 已經四、五點 我明天開始走出來 走出來就在那裡周圍走 一路走出來想想怎樣 下雨臨醒我 在那裡想 想不到 不如死吧 怎麼死呢 我家裡有把槍 不如拿著槍對著槍打死 不可以 對著頭彈死得很慘 很慘 走走走走 不如上吊 什麼都想過了 我走走 突然看起了一個大塊石 哇 在懸崖那裡 那時開始害怕 那時我記得我和老婆吵架時 老婆經常說 你這個人一定下地獄 你那時自己可以 下地獄就下地獄 下地獄就被火燒 被火燒就死算了 我說永遠燒不死 我說燒不死 我都沒有想過 那天我站在那裡看下 好像有火 我那天就害怕 那天真的害怕 因為來死太近了 來到三藩市 一定要去看看著名的金門大橋 它全長2700多米 是加州的象徵 令當地人引以為傲 氣勢宏偉的大橋 昔日曾經面對不少質疑 洶湧的潮池 窩旋形的水流 和頻繁的強風 令很多專家都認為 在金門海峽起橋 是不可能的任務 同樣要一個吸毒十九年的引君子 遠離毒品 很多人都認為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子女走到桃水館 周圍去周圍打電話 去問 然後去查 周圍查 怎麼樣 親自回來問我 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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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他捨得捨得捨得 這樣問 我連Opin打仗我都打過 我們全部家裡回來 坐在這裡開會 那開完會之後 我們就找我先生談 我先生說 你相信我 這是我人生最後的一個機會 但是我們也看不出來 有什麼改變 直到他遇到林牧師 我覺得也很感激林牧師 林牧師跟他做了一個戒指的禱告 聖靈真的是在他身上 所以他就整個人都翻轉過來 我最記得他進來 他說 我聽說你家裡有些事 我專門做這些 有些老爸喝酒賭錢 打子女 我說這小兒科 我出大事了 他說什麼大事 我人從來不說什麼 當然是說自己威風 從來不說什麼 那天不知為什麼 忽然間說自己的事 可能沒有幫助 我只能說什麼 我只能說我吸毒的東西 傳我什麼什麼 我女兒怎麼知道 我走進去 他說你很勇敢 忽然間說 我說勇敢嗎 我玩完了 他說有個人可以救你 他說誰是耶穌 那時候 以前說的 我忽然間說耶穌 那一刻 他講耶穌 十分特別的一種 好像有一種希望 忽然間說耶穌 我說是嗎 他說你怎麼做個缺節 祈禱 我不會祈禱 我不會祈禱 我講一句 你講一句 我這樣可以 他叫我跪下 我跪下 他又講了一句 我講了一句 講了不到四句 你不相信 嘩 好像有那種爆炸性的聲音 他說你哭 你哭 只要天上附身聽你哭訴 他走開了 我見他走開了 我哭了 好肚大哭 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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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舒服 真的舒服 再哭了 他就哭了自己 一目一目出來 我爸爸 我媽媽 兄弟姊妹 老婆子女 尤其是我的伙計 一個個出來 經常帶他們賭錢 經常帶他們喝酒 我心裡不安然 我自己這麼壞 看見自己 那時候我過得好嗎 我真的難過得不得了 後來哭完以後 嘩 裡面全部都很舒服 不還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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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哭哭 那時候 就在這個時候 師母出來了 我最記得師母 在我演藥的時候 他在後面 我跪著 他在後面蹲下 在後面抱著我 我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 他抱著我的樓弟兄 歡迎你進入我們 神的家 愛的家庭 愛的大家庭 我覺得一種暖流在上面 一路這樣 一路進入我的心裡 我就這樣散一下 我覺得我的人 還沒有愛 一點愛都沒有 沒有同情心 沒有愛 忽然間看 看東西都不同 好像整個 忽然間變了畫面 很清楚 可以看到畫面 你知道嗎 我說這個世界上有愛 我就發覺這個世界上有愛 就一散一下 我老實跟你講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我們絕對不可能幫助他 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他 認罪悔改 並不代表從此不需要再面對引誘 Kim經常要跟多年的毒癮搏鬥 有一次我最記得我太太去紐約開會 那一晚我睡覺 哇 很辛苦 最記得夜晚發夢 找到一包東西出來 那時候就吸我 又吸又醒 一吸完那時候 有人 又吸回頭 又吸回頭 那些教會的人不理我 我又走去的人 吸到的人不理我 哇 我就開始叫 一叫 一叫 一摸一旁 旁邊沒有人 哇 我那次最痛苦 有一次晚上她很不舒服 我想大概是毒癮要發了 所以我們就跪下來一起禱告 那我也知道 我的母親也在後面為她禱告 因為這個之前半年 她有時間跟我母親在一起 所以我母親就常打電話給她 也關心她 她感覺到被關心 我最記得我母親唱歌 我的主我心愛你 我的主我心愛你 我最終也唱歌 我的主我心愛你 我的主我可母你 我的主我可母你 我心愛你 我心愛你 是我心淡淡愛你 哦耶穌我需要你 我心愛你 我心愛你 愿你爱来抹着我 使我心全然疏你 她太太Esther建议Kim找回一份稳定的工作 但Kim因为过往的经历而缺乏自信 太太就鼓励她向神祈祷 她说祈祷啊 祈祷啊 我说祈祷 那次我祈祷哭 从来第一次祈祷阿神 我说不配 我说不配要求什么 只要你找一份工作 现在是我需要的 很简单地说了 她说好啊好啊 说完结局我冷水 其实神不配 那时候觉得自己不配 真的两天 两天以后老板打电话 找她最好的伙计来找我 我从外面一进来 她说你去谈谈 你看谁来了 我看我们在旁边住 她说在她做事 我太太介绍她 她说我做什么 她说我们老板找你 其实我在罗沙尔回来 就没有回去 其实她偷了我很久 她说站不站不站 那头祈祷神在上面 那头祈祷我 好像上帝也落企 周围开车去送些 sample 我觉得真的对我合适 我最记得她跟我说 她说你有什么要求 我说我没有什么要求 我说不过就是我要 我常常跟太太短孙 出去短孙 有时候去南美洲 一年去两次 她说可以 去短孙 我支持你 而且她每次去短孙 去都几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最多三个礼拜 去完回来 看支票上 我说我去短孙 她说短孙 她说短孙为我们公司 增幅起来 刘大哥现在非常好 这么的日心爱祝服侍 那林大姐这么多年的 祷告和等候都不是晚安的 公司对我信任 而且我以前 没可能做这份工 就算做这份工 都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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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拐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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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最好就是 我太太说 你变得最厉害 就是你在那里做事 你一点都不贪心 她现在看到需要的人 她会尽力去帮助人家 她现在看到神的国 事情这么重要 她会看到她的生命 是这么有价值 去服侍上帝的工作 她好像以前是瞎了眼 现在眼睛好像开了 我认真工作 真心悔改的Kim 心里最难受的 就是曾经伤害了最亲的人 她很希望能得到原谅 并且修补和家人之间的裂痕 我跪在那里打电话给我妈 我和我妈说 妈 我对不起你 我以前一直都 每次来都说你 都识你 我说我对不起 我说现在从开始 现在开始 我孝顺你了 说着说着我就哭了 我说妈 你干嘛 你干嘛 是吧 慧中又把你拐了出来 好像变成你 只要拐了出来我才会找他 我说不是啊 不是啊 妈 我现在悔改了 我说我现在悔改了 我从现在开始 我的老婆下去看你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就好像要报答她的心理 后来我就觉得60岁了 有个妈真的 真的不错 那几年我感觉 她也很自卑 很自卑 老师好像跟着我们后面 不大讲话 OK 那我觉得 她也是一个父亲 我记得我有时常会 跟我的孩子讲 我说爸爸改变了 爸爸真的变了 爸爸现在不一样了 她那次感恩节 我记得 她的弟弟安排了 在船上 那天她租了房 她租了一个地方 在船顶那里 租了一个地方 我们差不多27个人 加上朋友 差不多30人 她叫我上去做见证 到最后 我女儿说 你不要做事 我又要说 我女儿上来就说 她说我没有想到我爸爸 她说 我的人整个疯狂了 她说 对事物看法是不同的 所以我离开了 走到印度 没有想到三个月 她发梦 慢慢发梦 都发梦 我死了 她说我不能够原谅我爸爸 她说我一直都不信我爸爸 因为觉得我爸爸 伤害了我妈妈很久了 她说我一直说 现在我觉得我爸爸 一年一年 我对不起我爸爸 我其实当初 我应该原谅了他 她说我伤害了我爸爸 一年一年 我跟我妈说 爸爸是假的 她说到第四年 她说现在我爸爸信的 我最记得她很大声 她说我爸爸信的耶稣是真的 哇很大声 她一路哭一路叫 哇 我那时候顶不住 我抱着她 哇 她来抱着我 我抱着一抱一抱 爸爸对不起 爸爸对不起 我觉得这个事情之后 我弟弟对神 我哥哥对神 我姐姐 还有我们家里 还有甚至我先生的婆婆 我的婆婆 我先生的妈妈 她们对神的信仰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影响 昔日并认为是不可能建成的金门大桥 经历了地震和多次强风的挑战 今天成为了加州的骄傲 同样曾经吸毒成瘾的Kim 柳京斐 经历了神真真实实的改变 今天成为家人的祝福 如果你想更多认识这位 改变人生命的神 欢迎你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 和我们联络 我们很乐意和你分享基督教的信仰 愿神赐福你 我的主我心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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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恶不敌 愿你爱来信用 愿你爱来信用 是我心恶的爱你 你爱我爱你 人生有祂就必定喜乐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永远不变